哈喽大家好,我是芽芽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不用分离蛋清大火的蒸蛋糕 首先无水无油的碗中我们倒入四个鸡蛋 再加入几滴白醋 打蛋器打到起大泡沫时加入60克的白糖 然后再用打蛋器高速打发 直到打了打着起纹路 这样提起来能够停留13秒以上就行 接下来我们筛入120克的低筋面粉 用小铲子这样上下上下的给它翻拌均匀 再加入50克的纯牛奶 40克的玉米油 继续给它翻拌均匀 模具底部我们撒上一些葡萄干 还有大枣 倒入蛋糕糊 在轻轻振动底下 震出它的气泡 盖上一层保鲜膜 水开我们放入蒸锅中 蒸40分钟 关火后再焖5分钟 我们给它取出来脱模 先让我们切开一块来看一下 蛋糕这样做不用烤箱也非常的松软 自己做的干净卫生没有任何添加剂 而且又香又甜 大人和小孩都非常喜欢吃 如果你也喜欢记得关注我哟 散签 散签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